大家好 我是學長 相信不少FB的粉絲都對學長的器材開箱文有印象 而這些器材開箱文的共同特色就是有夠長 學長自己有時候都覺得微眠也太認真寫太長了 但是為了符合各位客觀的需求 從今天開始除了原本的文字開箱文外 學長的YouTube頻道會新增一個關於器材的新單元 名叫學長開箱 那麼今天學長開箱的第一集 就讓我們來聊聊最近紅透半邊天的濾杯 卡糖新芒濾杯及卡豆哈薩米波佐建燒M1 卡糖咖啡可以說是台灣咖啡器材圈的大前輩 高手高手高高手 對於手沖咖啡濾杯的使用習慣 流速材質風味變化等都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可以說由卡糖咖啡研發生產的濾杯 基本上就是品質保證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濾杯本身 第一我們先來瞭解哈薩米波佐建燒 哈薩米波佐建是日本咖啡濾杯生產的大本營之一 許多高階的濾杯都會委託哈薩米燒製 除了可以燒製超薄到可以透光的技術外 最讓學長喜愛的就是能夠燒出超銳利的肋骨這個特徵 那麼為什麼肋骨要這麼銳利呢 最主要目的是讓濾杯的空氣排出更順暢 首先濾杯的流速會增加可以做出更多的香氣和酸質 二來濾杯萃取效果也會增加 即使流速較快也不用擔心風味不足太清淡的現象 第二點我們就要了解新芒濾杯級的構造設計 相較於一般60度的錐形濾杯 新芒濾杯較平緩的杯壁可讓濾紙完全服貼 粉層的厚度也降低整體流速再增加 塞粉的現象也能有效減少 尤其在25克以上的週高粉量更是有速度上的優勢 當然濾紙能夠完全服貼濾杯在使用上也會更舒服 這很煩的齁 那另一點是高流速濾杯的代表哈流V60總共有12根長肋骨 搭配12根短肋骨 而新芒濾杯級竟然有高達16根的長肋骨加上16根的短肋骨 并密麻麻的爬滿整顆濾杯 再加上濾紙能夠完全服貼 可以想像絕對是全程流暢到底 讓你衝起來快感連連 V60最底下的肋骨還是比較深的 可以從濾杯底部清楚的看到 而新芒濾杯級最底下的肋骨就沒那麼顯著 但因為數量就是多了4根 分布的密度就更為密集 因此在給水的速度上一點都沒有輸 當然學長還是要強調 濾杯不是流速快就一定好 還要探討風味的萃取能力 而這也是新芒濾杯級 讓學長最為喜愛的部分 就是在快流速中還能兼顧的強化萃取能力 只要把濾杯的對流做足 就能大量的做出咖啡的香氣和風味 那什麼叫做濾杯的對流做足呢 用最簡單的手法跟大家做解釋 就是你在給水的時候 專注在中心大約50塊硬幣大小的部分 那良好的肋骨設計 輕鬆就能把咖啡中的風味大量的釋出 基本上這杯咖啡就不太容易失敗了 操作簡單風味卻不簡單 初學者就不會撞牆 高手把玩數據的時候還是大有可為 那這個就是這個時代 新濾杯應該有的態度了 老少賢儀 新手手不拘 步驟簡單 但變化蘊含其中 反鋪歸真 就能讓新芒濾杯展現能量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進行第一次的沖煮 那第一次我們沖煮比較清爽的 就是悶蒸之後呢 兩次斷水法 然後我們使用20克的咖啡粉 然後研磨度呢 就跟一般的V60使用的研磨度差不多 然後拍粉 那我使用的是小富士磨豆機平刀 研磨度4 然後我們使用水溫90度 那我們待會先悶蒸以後呢 分兩次斷水 好我們先做悶蒸 好 給水 然後中間多一點點 好回中心 40cc 好可以看到我們濾紙的服貼狀況 也是非常的好的 然後悶蒸的膨脹狀況也是非常的好 這個濾杯它本身的流速 空氣排出的速度非常的順暢 所以呢可以看到悶蒸的狀況也是蠻好的齁 然後悶蒸時間30秒 那我們待會分兩次斷水 第一次呢給水呢到150cc 水稍微小一點點 然後第二次水稍微大一點點 就可以做出前後的層次變化 好第一段 在50元硬幣的中心 然後呢給小一點的水 但也不用太小啦 順暢給水就好了 大概50塊大小 可以聽到水聲非常的大聲齁 因為這個濾杯的流速非常的好 好50元 我們一樣正常烙水 中水就可以了齁 好150cc 可以看到我們的濾杯基本上都沒有 水都沒有往上漲齁 然後第二段我們可以給大一點的水 好 流完以後再給 好給大水一樣是50cc 好給大一點的水 看到濾杯呢它就會微微的水位會往上漲 OK50塊大小 然後給到300 水位是上漲正常的齁 好300停 水位會微幅的上漲齁 就是利用第一次跟第二次 它的給水的差異性做出兩次的層次 沖煮時間呢大約是1分45秒左右 那我平常V60大概是2分10秒齁 所以看到這個濾杯的流速非常的快速 好第一次吃飯就到此結束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比較濃郁的 悶蒸加4次斷水法齁 好然後呢研磨度呢跟剛剛差不多 或是稍微再粗一點點齁 因為如果你覺得刻起來有點過分濃的話呢 可以稍微粗一點點 把粉拍好 然後水溫用90度 研磨度跟剛剛一樣 粉也是20克 好我們先做悶蒸 悶蒸壓40cc 好中心 繞3秒 繞旁邊 再回中間 OK好大概40cc左右 我們會每一次給水大概60cc左右 然後都是在中心50塊硬幣大小的部分 那前面剛開始小水 然後後面大水還是一樣的 但前面兩次小水呢 我們間隔的時間會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呢6060 然後後面也是6060 後面兩次都是大水 前面兩次是小水 好小水 在中心50塊大小 小水 好也不用太小 就正常給50塊 50硬幣大小就可以了 好60cc 好休息一下 讓它流完 這個動作呢 就會讓你整體喝起來更濃郁一點 然後它的粉層呢 往下的時候呢 第二次60 好一樣是50塊硬幣大小 60cc 好前面兩次水就比較小 然後看一下水位會慢慢的往上增高 然後第三次也是60 但是這次水就大一點點 好範圍是一樣的 但是給水快一點 大一點 會快速的水位爬高 好第三次 然後第四次一樣的位置 一樣大小 然後沖到300cc為止 好第四次大概是60到80 好 一樣這麼大的範圍 不要再大了齁 然後沖到300cc為止 好收 好等它全部流完 然後呢 我們沖煮就完成了 剛剛我們兩次斷水的時候呢 大概是1分45秒 那如果你用四次斷水的話呢 你的沖煮時間一定會增加 所以大約會在2分鐘到2分10秒之間 整體的喝起來的濃厚度就會增加 好完成了 好經過學長的兩次示範 一個是比較清爽的兩次斷水 一個是比較濃厚的四次斷水 重點呢就是利用新芒濾杯集 它的對流狀況非常好的這樣的構造 然後呢在中心點一50塊硬幣的大小呢 給水 然後流完 給水流完 這樣的重複的過程 就可以讓風味大量的去取出來 那這也就是卡朗濾杯的厲害之處了喔 讓你的手法很簡單 但是你的風味呢 卻能夠很充足 今天對於新芒濾杯集的分析跟理解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喔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盡量的回答各位 那今天的學長開箱就到此為止喔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